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话说王一博自从进组拍戏之后 江湖上就没有了他的踪影 而作为神龙剑手不见尾的代表人物之一 王一博也是这边刚刚亮了一个相 转身,又寻不见他的身影 作为王一博的宣发博 似乎也把库存抖得差不多了 好不容易盼来了香奈儿2022-23秋冬大秀 身为香奈儿品牌形象大使的王一博 这回总该显出真身了吧,可盼来盼去 也只见到了一张带有王一博先生邀请函的宣传照片 以至于好多网友都在说如今的王一博 潜心拍戏,抓大放小 还在幻想着保姆博发布后台写真照的几率 已经微乎其微了 不过没有关系 作为王一博的粉丝 最不缺的就是耐心等 身为品牌形象大使的王一博 虽然因为紧张的拍摄任务 而并没有出现在大秀的现场 但是为新品宣传造势 也是小电线杆的工作的大秀过后 一博会不会补发香奈儿造型写真给大家看呢 只是大家猜到了开头 却没猜中这结局 王一博WB是更新了 也如大家意料中的为香奈儿新品做了宣传 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任性的裤盖居然一张自己的照片也没有发 真的只是尽心竭力地为香奈儿乃秋冬新品宣传造势 摩托姐姐们果然想多了 等等 不对 细心的八倍镜摩托们 在短短的文案中发现了隐藏的小秘密 王一博换手机了 一博 是的 没错 只想告诉你们我换手机了 有问题吗 网友 服饿苦笑 不愧是你 要说王一博这个小机灵鬼 真的好有自己的小心思 在为香奶奶做宣传的时候 把Redmi即将发布的新品 也一并宣传出去 看来Redmi如此宠爱王一博这个品牌代言人也不无道理 只是想问问一博 这样做香奶奶知道吗 其实每个品牌商对自家代言人都宠爱有加 只是像王一博的合作伙伴这样如此宠爱的实属少见 暂且不提香奶奶在签王一博作为品牌形象大使时 破例无需她本人去总部签署 单说Redmi发布的物料海报 每张都好似为王一博量申定做班颇费心思 最迷人的眼神就是热爱中带点狠 而狠是她目光坚定 狠超想象的持之以恒 狠也是她实力背后 狠超想象的执着努力 此次王一博的广告大片Mission K第二季 将在Redmi新品发布会上首映 而从发布的海报上来看 与上一版的冷色调不同 这次释出的海报则是火热的暖色调 好似冰与火一样的激情碰撞 相信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精彩 相信看过无数品牌海报的朋友们早已发现 很多品牌都是直接将代言人的形象贴在海报上了事 但Redmi的海报在看过之后 每张都使人忍不住想拍手叫好 宣传文案 产品特性和代言人的形象个性完美契合不说 单从审美的角度来看 也是一顶一的决 去掉品牌信息 说是电影海报也不为过吧 并且 每次发布的海报主题 都与代言人王一博有着密切的关系 摩托 头盔 电竞隐藏高手 这次 更是将网友们心心念的冰与火主题 带给大家 虽然由王一博 陈小主演的电视剧冰与火 因为种种原因还未上当 但是并不耽误品牌方先来一波小小的预热 不仅如此 在Redmi的镜头下 更是见证了王一博两年来气质的变化 从青涩到成熟 从温柔帅气的大男孩 成长为冷峻干练的真男人 原创不易 谢绝搬运 如有特需 私聊 授权巴掌随笔 在Mission K第一季中 特攻博的任务已经完成 并且已经准备开启新一段旅程 那么在第二季中 又将会带来怎样的精彩故事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